创业 在当今时代一点都不陌生 人人都拥有创业的权利 但是很多人却认为创业要有一定的资金基础 其实并不是 它仅仅靠着4000元就开始了自己的电商创业之路 2006年 互联网刚刚兴起 年近24岁的曹青 决定自己在网上开一家淘宝店 于是曹青就用4000元起家 用七格格这个名字 在淘宝上开了一家女装店 相信现在的消费者对于七格格这个品牌一定不陌生 而曹青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也是要感谢马云给了自己一个平台 让如今的他可以走上成功的道路 做淘宝店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很操心 和其他淘宝店主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曹青也非常辛苦 为了把自己的店铺做起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七格格这个品牌 曹青每天起早贪黑 就连一日三餐都是吃一口对付一下 刚开始曹青每个月起码推100到150个新款 只有这样这家打着潮字号的小店 才能在激烈的网络竞争中发展起来 刚开始做淘宝店 曹青都是以利润为主 但是因为质量不过关 七格格一度遭遇七百都各中差评 这样曹青的店铺很难做下去 为了缓解局面 曹青靠一封言辞恳切 的公开信度过了难关 直到2008年 七格格品牌凭借着一款海蓝风情 T恤的热卖 让淘宝店直接晋升到了五专 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 七格格服饰店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 现如今 白手起家的七格格独立的B2C已经上线 南庄品牌也将于近期上线 年小售额超出三个亿 曹青作为七格格品牌的创始人 也入选福布斯 中国30位30岁以下的创业者榜单中 从淘宝店到如今的杭州 按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曹青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财务自由 也成为了很多创业者心中的偶像 创业不简单 但是只要你坚持本心 一直坚持下去 一定都会有好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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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